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时强调 积极建言资政 广泛凝聚共识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王沪宁 蔡奇参加看望和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在会场内外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分别参加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 一些团组的审议和讨论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分组审议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中国两会 表示中国发展新制生产力有益于全球发展事业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5分钟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号下午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的 民革 科技界 环境资源界委员 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他强调 人民政协 各党派 各团体 各族 各界 各方面人士 要围绕中共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深入调查研究 积极建言资政 广泛凝聚共识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参加看望和讨论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 习近平表示 我代表中共中央 向参加全国两会的女代表 女委员 女工作人员 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地区的女同胞 海外女侨胞 致以节日祝贺和美好祝福 希望广大妇女振奋龙马精神 发挥半边天作用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做出经国贡献 联组会上 夏先鹏 田红奇 吴建平 赵雨亮 黄棉松 胡松琴等六位委员 围绕加强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坚定不移推进祖国完全统一 以互联网核心技术支撑网络强国建设 和高质量发展 推进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 推进生态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强新污染物治理等 做了发言 习近平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发表重要讲话 他表示 同大家一起讨论交流 听取意见和建议 感到非常高兴 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在座的各位委员 并向广大民革成员和科技界 环境资源界人士向广大政协委员 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强调 2023年是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果断实行新冠疫情防控转断 全力推动经济恢复发展 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圆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迈出坚实步伐 成绩来之不易 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 顽强拼搏的结果 也凝聚着广大政协委员的心血和智慧 习近平指出 过去一年 民革深入开展宁心筑魂强根基 团结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 扎实推进政治协商参政议政 持续参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 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 广大科技界人士 积极支持参与科技体制改革 奋力投身科技创新 广大环境资源界人士 发挥专业优势 在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 民革要在对台工作大局中 进一步找准定位 发挥优势积极作为 更好团结海内外岛内外 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 不断壮大反独促统力量 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要积极推动两岸科技 农业 人文 青年发展等领域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习近平指出 科技界委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 要进一步增强科教新国强国的报复 担当起科技创新的重任 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培育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新动能 要务实建言县策 助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健全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进一步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习近平强调 广大环境资源界委员 要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以高水平保护 支撑高质量发展上做出新贡献 要首劳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底线 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础 全面准确落实精准制乌 科学制乌 依法制乌方针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绿色化低碳化 加强资源节约急约循环利用 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塑造新优势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 人民政协要发扬优良传统 牢记政治责任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 加强自身建设 政协委员要提高自身素质和履职能力 不断开创新时代 政协工作和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 石泰峰 郑建邦 吴春华 王东峰 何鲍翔等 参加联组会 5号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会场内外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把握好发展新制生产力的精髓要义 坚定信心 鼓足干劲 勇挑大梁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江苏代表团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 全国人大代表 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崔铁君 围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向总书记做了汇报 总书记对科技创新非常重视 对发展新制生产力也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这给我们科研人员指明了更清晰的方向 我们会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 加大创新力度 做好未来产业的建设 今天记者来到了东南大学毫米波全国重点实验室 科研人员正在测试信息超材料性能 作为未来信息产业的前沿领域 科研团队已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 为6G移动通信的发展提供全新赛道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备受鼓舞 我们团队研发了高速通信系统 已经在杭州亚运会进行了五个场馆的示范应用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永攀科技高峰 不断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为新制生产力 孙景南代表是中车南京普镇车辆有限公司 车体分厂的一名电焊工 他向总书记报告 工作30多年来 他和工友们完成多项工艺创新和技术公关 见证了我国轨道交通行业 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发展历程 总书记给我们点赞了 总书记说 大国工匠是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和栋梁 我们将大力地去弘扬工匠精神 把我们积累的经验和技术 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为培育新制生产力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产业的支撑 这里就是中车普镇公司的智能产线 工人们正忙着生产地铁车辆转向构 通过数字化改造升级 现在组装碳商等工序 已实现自动化作业 人机高效协同 生产效率提高了约2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对传统产线进行升级 劳记总书记嘱托 用新技术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贡献产业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 张家岗市永联村党委书记吴慧芳 给总书记带来了好消息 去年村里人均纯收入突破了7万元 通过学习千万工程经验 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村子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总书记问得很细致 勉励我们在乡村振兴当中 进一步探索共同富裕的路子 总书记的嘱托 让我们充满了信心和干净 让我充分感受到领袖的人民情怀 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好我们的集体经济 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越过越美 水乡小镇 花园工厂 现代农庄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永连村 如今村里物流旅游等产业发展红火 还建起了粮食 苗木 果蔬等基地 带动周边50多个合作农场 共同致富 我们每天最开心的就是 把这些菜全部都装持了 卖完 我们就像总书记说的那样 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我们的蔬菜每天都是新鲜采摘 最快四个小时就可以送到到超市的货架 而且还供不应求 我们现在是越干越有劲 越干越有盼头 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了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永连村走走看看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五次到江苏考察 三次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 关心关注着江苏的经济社会发展 在这次审议中 总书记对发展新制生产力 全面深化改革 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殷切嘱托 催人奋进 大家表示 要坚定信心 鼓足干劲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 再见新宫 总书记提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 农业的现代化 大家特别有信心 特别有干劲 我觉得继续要扎扎实实 认认真真把总书记的话带到基层 大家一起干事情 一起把生活过得更美好 总书记强调 江苏要全面融入和佛物长江经济的发展 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我们将按照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加强同其他区域发展战略 和区域重大战略的对接 加强交通互联互通 产业协同协作 生态联保联制 佛物共享互惠 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总书记对江苏发展新制生产力 具有厚望 为我们做好今后一个时期 经济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们将进一步聚焦 新兴动能关键增量 系统构建 站立去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七度联动发展机制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 这个首要任务 奋力将江苏打造成为 发展新制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 走在前做示范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 因地质疑发展新制生产力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6号分别参加了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和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 一些团组的审议和讨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参加了广东代表团审议 他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 广东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的贡献 希望广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广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强化使命担当 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 持续深化改革开放 着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走在前列 同日李强参加了经济农业界委员联组会 在认真听取委员发言后 李强说 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稳定 不确定 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进一步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更好激发国内需求潜力 畅通经济循环 要大力塑造经济发展 新动能 新优势 下大力气 补齐短板 拉长长板 锻造新板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 要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 加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文产保工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让有意愿的竞争农民工在城镇落户 让留在农村的农民生活越来越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参加了民盟农工党界委员联组会 在听取委员发言后 他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顽强拼搏 勇意前行 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迈出坚实步伐 实践证明 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 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 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股 希望民盟农工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找准定位 明确方向 坚定发展信心 积极参政履职 广泛宁心俱立 今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好 发展好 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 好帮手 好同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参加了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会 在听取委员发言后 王沪宁表示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牢牢把握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积极屡职尽责 深入协商议政 为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献祭出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参加了 文化艺术体育界委员联组会 在认真听取委员发言后 蔡奇指出 过去一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坚决克服内外困难 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圆满完成主要目标任务 提振信心 温暖民心 凝聚人心 蔡奇希望大家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做到两个维护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献祭出力 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以人民为中心创作文化精品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积极拓展国际人文体育交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参加了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联组会 在认真听取委员发言后 丁薛祥表示 过去一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国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 在特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带领下 香港澳门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展现了新气象 中央始终坚持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方针 坚定维护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 要助劳维护国家安全屏障 支持香港尽快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 健全澳门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志愿 希望各位委员在爱国爱港爱澳旗帜下 团结奋斗 共创香港澳门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参加了 九三学社五党派人士届委员联组会 在认真听取委员发言后 李希说 过去一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顶住外部压力 克服内部困难 圆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迈出坚实步伐 成绩来之不易 其中凝结着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和广大政协委员的 智慧和心血 希望各位委员毫不动摇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积极建言宪策 多做解疑试祸 引导预期 提振信心 凝聚共识的工作 共同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 全国人大代表 今天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建言宪策 我们独龙族和独龙江 一步跨千年 充分展现了我们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的强大优势 新时代我们独龙族群众 跑运输 做电商 单导游 家家有产业 富富能征收 我们将道纪总书记 正好共同富裕的道路 对于咱们国家未来的发展 充满着期待 数字天津港正从设想变成现实 我们也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 掌握新技能 奋力在发展新制生产力的赛道上 市场争先 报告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 部署今后的工作任务 经济性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我们全面推动精雄科创走廊建设 聚焦新制生产力发展 形成首都创新 富能经济产业 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李舒磊 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史说 赞成政府工作报告 过去一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合金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 顽强拼搏勇意前行 党和国家事业展现新气象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 以新创造新作为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 在参加甘肃团审议史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迈出坚实步伐 证明两个确立 对于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具有决定性意义 要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提振发展信心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 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说 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 过去一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国发展取得来之不易的好成绩 做好今年工作 内蒙古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奋力书写 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报告中提出的推动民族地区 加快现代化建设部罚 印象深刻 深受服务 我们像在2023年年度的 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 预计达到了29000亿元 教育条件越来越好 养老医疗基本实现了 与全国同步发展 我们要砸入基硬 更充分地发挥浙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优势 特别是要加快 传统产业的绿水技术 数字技术的升级 前方位激活发展的新动能 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包括我们提到 假的重量大线力 只是礼度 我们是试容办 饭管牢牢挡在自己手中 大大提倡要搞不了 轮冬天建设 中业阵营计划 开别的一条 量是有时高尘 可及于法权之路 报告中提到了 做好甘肃基石山地震 强险救援 加强灾后恢复纯建 让人鼓舞斗志 信心百增 这几年国家持续加大 对卫生健康领域项目 建设的投入力度 使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稳步提升 就医环境不断改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庆 在参加西藏代表团审议时说 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 去年成绩来之不易 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 领航掌舵 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指引 要坚定信心 担当实干 切实抓好 今年各项部署落实 要深入贯彻 新时代党的智藏方略 奋力谱写西藏 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在参加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说 过去一年 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 我们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 和社会长期稳定 两大奇迹新篇章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实践充分证明 两个确立 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 信心之本 力量之源 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具有决定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给予了 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 在世界上叫得响的 高度评价 持续开展的三星堆遗址 考古调查 勘探 发掘功能取得了巨大收获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助力文化强化建设 透过这份报告 我们深刻感受到 党中央 国务院 对持续优化营商困境 所及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以贯之地关心和重视 温州市场经营主体 突破了141万户 今年聚焦优化营商困境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为基层的代表 我更加地关注报告中的 乡村全面振兴 像我们去年一年 隋满乡接待的游客 就将近60万人次 我们还发展查温旅的融合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我深切地感受到 党中央国务院 对百姓健康和民生福祉的高度重视 山西省现有四个国家 区医疗中心建设项目 通过合作共建 患者在家门口 就可以享受到 一流医院水平的诊疗 结合新疆的实际 改造传统的行业 发展新兴的产业 让这个高质量发展 更好的紧贴民生 凝聚人心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五号下午分组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指出 过去一年 党 国家和军队事业 取得非凡成就 使我们更加深刻领悟到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全军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围绕打好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加紧练兵备战 加强重大任务战舰被统筹 加快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落实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指出 去年以来 党中央习主席 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迈出坚实步伐 全军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深入推进政治整讯 正风反腐 深化练兵备战 注重强击固本 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全力攻坚 坚决完成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 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委员们 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认为 人民政协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同心同德 群策群力 不断开创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红伟蓝图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 在参加中共界小组讨论时说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成就 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要紧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政协力量 过去一年我国新发展格局日益凸显 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 新制生产力加快形成 来自不易的成绩再次证明 两个确立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 最大底级 最大保证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来自不易的成绩 其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作为一名医药卫生界的委员 新的一点里 我们要瞄准新的目标任务 把智慧和力量聚集到 党中央确定的战略部署上来 未来将以更加扎实的创新作为 投入到守护人民健康的伟大事业中去 国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 只有深入挖极 才能为创新提供延然不断的灵感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在参加特邀香港人世界委员小组讨论时说 政府工作报告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内涵丰富 强调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可发挥自身独特优势 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副主席邵宏 在参加九三学社界别委员小组讨论时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迈出了坚实步伐 将更加坚定信念 凝聚共识 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中央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 要更加注重提升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 我将围绕强化科技技术研究 积极履职建言 推动国产化关键技术难题 跨行业跨领域联合公关 围绕高质量人工智能发展 提升国际软实力 我带来了一份提案 提出要成立行业的管理机构 统出梳理人工智能相关的算力 数据 算法 上下游行业 要组建行业专家委员会 通过梳理高质量数据存量清单 完善人工智能发展的数据基础 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 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 也是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建设的 重要载体 要大力深化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卓越工程师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统筹推进 创新链 产业链 资金链 人才链一体部署事件 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云龙在参加经济界委员小组讨论时说 工商联将持续传递党中央 关于两个毫不动摇 两个健康的大政方针 配合政府部门 落实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相关政策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在谈到2024年的经济形势时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珊杰表示 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将进一步巩固和增强 开年以来我们中国经济延续了回升向好的态势 前两个月全国统调发电量同比增长11.7% 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了9.7% 二月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 预期活动指数 非制造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 都持续位于扩张的区间 所以综合分析来看 一季度我们也有望实现良好的开局 在回答货币政策还将如何支持经济回升向好的问题时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公胜表示 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箱依然丰富 货币政策仍有足够的空间 我们将综合运营多种货币政策工作 加大利周期的调节力度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支持社会融资规模 和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 均衡投放 实现了社会融资规模 管异货币供应量 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预期目标来相匹配 财政部部长兰福安 在回答有关财政政策的提问时说 适度加厉体质增效 是今年财政政策的基调和特点 财政支出强度 总体扩大 持续推动经济实现 值得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政府债券规模明显增加 更好的支持重点领域 断长板 补短板 激活经济发展动能 在回答有关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的问题时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今年要推动汽车 家电 家装等消费品 已旧换新 潜在更新的需求 应该说进入了一个集中的释放期 我们要抓好落实 总体思路还是坚持以市场为主 通过政策支持和引导 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 形成去救更容易换新更愿意的有效机制 对于资本市场监管工作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 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是证监会工作的最重要的中心任务 要进一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 要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和信任 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特别是一些长期资金能够参与这个市场 此外 有关负责人还就新型城镇化 财政支出 外贸形势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很多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 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 把经过深入调研 关注民生的意见建议带到大会上 认真屡职尽责 建言献策 梁云英是湖北校感大物县 朱湾村党支部书记 作为来自大别山区的全国人大代表 他一直关注发展当地茶产业 推进乡村振兴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大物县茶园面积 有30万亩 但梁云英发现 这里的下茶秋茶因不能储存 行不成致富产业 去年梁云英走进河南信阳 安徽金寨等茶叶产地调研 还到安徽农业大学听专家建议 得知可以通过技术和半发酵创新工艺 用夏秋茶加工开发黄茶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一条黄茶加工生产线在朱湾村建成 日加工鲜叶8000到1万斤 今年两会梁云英带来发展黄茶产业 促进乡村振兴的建议 希望通过产业发展 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我们的建议主要是体现在 技术人才的方面的支持 想把茶产业做成一个产业链 茶富士 茶饮料 还有茶发展品 可以引进长三角的人才 资金 产业输入进来 更好地带动大北山区的 茶园的体质增销 殷气龙是一位开了20多年 出租车的驾驶员 随着网约车的经济 在方便百姓出行的同时 殷气龙也开始关注出租车 和网约车统筹发展的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 我们过去一年 各方面的成绩也是比较亮眼 我作为一名一线的计算代表 我也是最关心的就是民生问题 为了让自己带到大会上的建议 更有说服力 殷气龙在工作间隙 听乘客意见 与司机师傅交流 探访民情 征集诉求 还走进出租车企业调研 了解行业发展现状 综合多方意见后 今年殷气龙体重建议 包括要从政府管理 支持政策和资本平台资源等方面 明确平衡供需 合理规划 做好驾驶员权益保障的 希望有关部门 能够统筹网约车和出租车的发展 让朋友出租车 或者是网约车驾驶员 能够有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让乘客能够有更快捷 舒适的乘车体验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为期40天的全国春运昨天结束 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示 春运期间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累计84.2亿人次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 78.3亿人次 铁路客运量 4.8亿人次 水路客运量 2900万人次 民航客运量 8,345万人次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 3月4号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海南 5省区 新能源单日发电量创历史新高 达到10.4亿千瓦时 占当天区域内总发电量的25.7% 相当于4度电中就有一度来自新能源 厦门海关消息 截至2月底 四路海运航线已累计开行超1.4万艘次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超1660万标箱 通达37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106座港口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中国两会 他们表示 中国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有力助推自身高质量发展 同时造福地区和全球发展事业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中国繁荣发展 各方面的成就令人赞叹 中国科技创新走在世界前列 新能源汽车全球领先 中国是现代化给了我们启发 也将带动泰国发展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高质量互联互通 我相信两国将携手走向共同繁荣 新制生产力正在成为 中国产业发展的新关键词 我看到中国在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等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中国国产大飞机也在走出中国 我想强调的是 习主席的愿景是中国在发展自身 保持竞争力的同时造福全人类 这一愿景非常重要 发展新制生产力 将推动科技变革与创新 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和升级 提高国家整体实力 中国已经有许多科技成就 世界领先 中国值得我们国家学习借鉴 中国提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这是我最关注的一个两会议题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 将是基于科技发展和创新的高质量增长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的发展理念 强调和平发展互利共赢 期待与中国展开更多合作 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富有远见和思想 知道如何规划未来 并实现共赢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 知道如何用人工智能 发展农业的国家之一 我最近在坦桑尼亚等东非国家 待了三个星期 看到中国帮助他们改进农业生产 中国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的发展不是照搬其他国家模式 也没有挤占他国发展空间 中国是现代化 是真正致力于实现 共同利益的发展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 以摧毁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在加沙地带规模最大的隧道网络 哈马斯高级官员奥萨马哈姆丹 5号重申 只有在以军停火后 才会进行被扣押人员交换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 俄军摧毁无军 包括美制布雷德利步兵战车等 在内的多辆军车 此外 俄空天军当天在黑海水域上空 对飞向俄国境线的 法国空军一架预警机 和两架战斗机进行了半飞 乌克兰方面5号称 乌军对11个俄军人员和军事装备集中区 实施了打击 乌方还称 乌克兰无人机生产能力正在提升 计划在今年年内生产200万架无人机 海地首都太子港 杜桑如维杜尔国际机场5号称 由于帮派武装对机场发动袭击 企图夺取控制权 机场取消包括航班在内的所有航空运输 4号帮派武装袭击该机场 要求阻止过渡政府总理阿里埃尔亨利回国 德国首都柏林东南部的格林海德 一座高压电塔5号发生火灾 导致停电 附近的美国电动车制造商 特斯拉公司德国工厂生产暂停 当地警方称大火未蔓延至特斯拉工厂 当地一个谴责大型工厂影响环境的组织宣称 对此负责 厂方称暂时无法确定恢复生产的具体日期 大江南北活力无限 祖国各地日新月异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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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